慢点啊 慢点 慢点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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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实在抱歉 医院的病房全部都满了 院长说了 明天就把办公室弹出来 委屈你了 大半夜给你送个大老爷们进来 小同志 实在不好意思 打扰你了 这是我们市长 别动 别动 她就是马龙救出来的那位姑娘 是 叫莫莉是吧 是 小莫姑娘 真是要请你原谅了 马营长是位英雄 她的状况呢 确实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休养 如果有打扰到你的 希望你多担待 长官 您太客气了 姑娘 我们不叫长官 叫同志 对 那你好好休息 请你 让我安静 你放心吧 大夫已经给他打了针 他这一宿除了睡觉就是睡觉 放心 好 等着 麻烦你了 与你 你 与你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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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找了几件便衣 老大 找了几件便衣 老大 别动 你打我两下 是我没办法提 现在外边全都是工人的 都天亮了 跑出去再说别的 是 妙卿是什么医生 你们的机构到底是什么 是 说 那一刻 是我第一次和马龙面对面 当我终于看清楚他的冒灰 发现自己的面前 周围全都是解放军战士 我害怕极了 我骗自己说 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当时我不知道 更不可能相信 我将来 会成为他们队伍中的一员 莫莉一心想要逃跑 但是强烈的不安笼罩她的内心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跑去哪里 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在这完全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群中间 她不自觉地想到了 要拿走忙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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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见笑了 我们民长她就好说一个梦话 出发了 一 一 一 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表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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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听到广播中传来解放军要去打沈阳的消息 莫里心中反复思量 她觉得 如果自己的恋人林武阳还活着的话 一定已经逃到了沈阳 因为她隐约记得 徐汉原说起过去沈阳集合的事情 为了能够再次见到林武阳 莫里终于不再犹豫 下定决心逃离这里 赶在解放军进宫之前 去沈阳寻找自己的爱人 尸阳寻找自己的智慌 制定 Lun Sang 堪恋 好吧 这 professional 志愿 她 や 前 今 过 米洛 院长 怎么了 什么人 什么 为什么在我房间 我是莫莉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怎么了 院长 你怎么会在我房间 对不起啊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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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 院长 院长 不过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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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干什么 干什么呀 你说你叫孩子吗 你怎么能让我 跟一个姑娘 住在一个房间呢 院长 我没错 叔 院长 我妈能拿了这种主意 是市长的命令 谁的命令也不行啊 你不能让我 跟一个女的住在一块儿啊 我问你 我 我有没有做什么 不该做的事 没有 你好好想想 那姑娘对你可好 她不光大爷让你进来住 夜里院 还伺候你 问你喝水呢 你什么玩意啊 没什么 没什么你藏着吗 你又 你拿这碗干啥 给我 拿这干啥 你上厕所 你没事儿吧 你让我在那个地方上厕所 你让我在里边用这个 你有事儿没事儿啊 你要尿 我不能让你尿裤子 你尿裤子上 你也不能让我在那里边上厕所啊 那里边有个女人 你让我在那里上厕所 没事儿没事儿 你当然没事儿 又不是你在这儿尿 你拉帘儿没有 没有 过来 懒了 你骗我 那里边根本就没有帘儿 我这一辈子最怕的两件事儿 第一件就是欠人家的人情 第二件就是 得罪人家姑娘好我 这一下儿 两件事我全干齐了 你让我以后怎么办 你让我没事儿 你 医院里的人都这样了 没事儿 你不能说医院的人都这样了 我就能这样啊 我告诉你 有本事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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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尿裤子给我看看 有了 活过来了 赵正好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就是 小子你不会烧糊涂了吧 连你谭大姐都不认识了 我媳妇 哈喽 真烧坏了 怎么样啊 我听大军说你受了重伤 昏倒了很长时间 快让大姐看看 到底上哪儿了 是胳膊吗 还是头 还是后背 你到底上哪儿了 那大姐好好看看 到底严不严重啊 没事儿 你让大姐看看 你到底上哪儿了 苗晴 苗晴 你看 大姐知道了 苗晴是好样的 是急火攻心了 对不对 那也不能上火呀 不能把身体搞垮了呀 好 好 那马龙回去休息 不许哭 马龙你不许哭 不许哭 你要是你流眼泪的话 苗晴会瞧不起你的 对不对 对 从现在开始 你得振作起来 你是好样的 你得替苗晴报仇 我知道 你看你伤成这样了 还光着脚在外面站着 对啊 你快快快 来来来 那个那个 那个地方我不能进去 你怎么不能进啊 快快快 我哪儿都能去 哪儿真不能去 那病房里是养病的地方 这外面招了粮严重了 怎么办呀 猪子 快走快走 你明当怎么回事 你个嚼舌根的啊 哪儿都有你事儿是吧 行了行了 我不说 你的账一会儿跟你算啊 干嘛呀你 你跟他就有能耐 是不是 你也就这点出息 打仗如老虎 看着女人如鼠 他本事也长了 拿着 我不吃这个 拿着 你大姐给你的 就拿着 踏踏实实的 在外面把苹果吃了 里面的事交给大姐 待会儿呢 看我的啊 好 谈姐 快去 你叫莫莉 我叫谭杰 你小子呀 闯的话还小啊 冒充敌工部首长 你又带服务 家传圣主大闹服务 你说你这哪样不胜 我说你小弟子 祸闯大了 我听说你们市长啊 都收签来了 四年把夏日上叫去 好一顿呢 我一人坐视一人当 回头我会去 纵队首长那儿 我自己请罪 你是我祖宗 成王 别再去纵队首长那儿闹了 闹得还不够啊 怎么了 我要不去 我怎么找那个头 我告诉你马罗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给我老实 待在院里养伤 你现在蛋敢踏出院一步 你就是跟你们全市作对 你就是跟你们 下市长作对 你听明白了没有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就因为你小子闯这祸 给你个处分算是轻的 至少应该关紧闭 是你们市长 在司令营面前 和二市面前一再地保证 说你现在一切的行为 都是因为受伤 导致脑震荡 引起的神经失控 这是下市长给你们脱身之计啊 别不知道好歹 这算什么事啊 我怎么着也得去抓那个特务 我必须要亲手抓到那个特务 替同志们报仇啊 你出去就能抓到那混蛋了 那混蛋在街上等你抓呢 你知道他是谁 你去哪儿抓啊你 我 办法有了 或议 Were they 对方的方式 噓文言 我буcers went 对方ие 垃圾 对方说 控制omp 刀科 Spy 可是对方的帮助 传刀 希望那朋友们 能时也胃 塑有于一位 用一张陌生的脸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深深地害怕 下一张失去生气的脸 就会是林舞阳的 那样 我心中最后一丝希望 也会随时破灭 她的那个 不是 马龙啊 莫莉都看过了 这些尸体当中 没有你要找的特务 我记得 这当时是个阻击点 特务可能真的不在这 没错 特务一般都不会正面攻击 我想进来一个地方 哪儿啊 师部 走 师部 走 这阵我见过 走 走 我亲眼见到她 从大楼里举着白鸡走出 刚想跟我说话 摇了个一枪被打 走 一枪变命 可见这个枪手 真的很厉害 一枪变命 这很明显是小灭口啊 而且足以证明 这绝不是我们的人开的枪 此时的莫莉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直觉 这一枪 极有可能是林武阳害的 她说过 自己是一个出色的狙击手 最恨林阵投降的家伙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不就说明 林武阳依然还活着 那他们不就真的还有机会见面吗 老龙 把他们带过来了 让他们认认 这个人我认识 你看清楚 这是徐汉原主任的副官 徐汉原是 东北督导师的主任 隶属战区长官 这位就是徐汉原的副官 杨鸟 是 你认识尸 当我认识 你认识 他是 我认识 东北 blunt 好像是两颗 中香 你确定他姓胡吗 我听他们底下的人 都管他叫胡长官 那这个姓胡的 会不会也是杜导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想方便一下 可是这儿太 只能就这儿了 赶快去吧 看到共产党人 一丝不苟的态度 和高度的警觉心 茉莉渐渐对自己逃跑计划 失去了信心 她再也不敢清楚 在回来的路上 韩大姐的目光 始终没有离开茉莉 她害怕自己的身份拆穿 她曾经想到了逃跑 哪怕逃不掉 被打死也好 至少不用再受煎熬 怕什么 你心里有事吗 却失去 杨青妹子 你放心吧 我和你大姐 一定会照顾好马龙兄弟的 你一路走好 妹子 这是你最喜欢的花 她先给你采了 想看你就可以 嫂子 我会永远记得你穿的云山红 你放心吧 我和柱子会替你保护好你 走了 我只能把这一座 你改变了 我再加上海 我再也要 我再把这条小牙子 帮我把这个冠冰筹 准备了 可以 我为娘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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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任何转移的 问题最早出现在沈阳 我们的行动出了岔子 被转移的这批人 失踪不见了 但是沈阳那边 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 并不知道 这和锦州起义有关 等到这消息转到锦州 已经是三天前的事了 一切都完了 苗青就是在我们接到 沈阳那边消息的时候 出的事 当时我们接到了 上级领导的卸查请求 意识到情况有变 就连忙赶到了 苗青同志的藏身据点 马龙 就是你们来的时候 路过的那个中央殿 苗青后来一直都在那儿 本来啊 是由我们和孙云龙的卫队 联合保卫 安全性应该是很高的 但是没想到 那天我们赶到的时候 快 给上去发报 苗青师座了 我们跟孙云龙的联系 全部中断 好 快去 那到底是谁干的 马龙审变了所有锦州的特务 他们全都一口咬定 不知道 有可能 据我们了解 在大战爆发前 敌人多个特务系统 在锦州活动过 情形很混乱 曾经奉传 东北督岛市的主任 徐汉元 从沈阳方面秘密派遣了 一个特工队 来锦州活动 说不定 这个带头的特务 就是东北督岛市的人 我们当时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 他被打得特别惨 说实话 当时喂一下坏了 那苗青就没跟你说过别的 比方说 他是在哪儿被抓的 我听他们特务在说 他是在一个表店的后院被抓 这表店叫什么名啊 现在啊 唯一能确认的 几个极其有限的细节是 那个姓胡的 配忠孝俊县 有可能是徐汉元 事先安插在锦州当地的 当然 也有可能是沈阳站的 没人见过 看来 只有等解放了沈阳 或者是抓捕了徐汉元之后 我们才能知道 此人的详细情况 首长 咱们什么时候能打沈阳 马龙啊 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 听我的话 小伙子 别激动 一定要沉住气 踏踏实实地 做好眼前的事情 我相信 解放沈阳指日可待 对不起 我不知道那个表店叫什么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得想起来呀 你必须想起来 你快点想 快点告诉我 那表店叫什么名 德西坦大姐 我是在想起来我头疼 这个时候不能头疼 你快点想啊 我真的想不起了 你 进来 回来了 快快快快快 有一个新情况 我要告诉你们俩 刚才茉莉说呀 她跟苗晴被抓的时候 好像听见特务们说 说苗晴他们是在一个 钟表店的后院被抓的 我问她叫什么名 她想不起来了 要不要咱们去看看 都去看看 是有一个钟表店 那是地下党在锦州的 一个秘密据点 要出事了 媳妇 这个我们都了解过 你消解过 还真有啊 苗晴真的在那被抓的 你这 这干嘛呀你 这小子要出院 出院 出什么院啊 你这伤没好呢 你赶紧把东西卸下来 不能出院 老婆 甭管她了 她但凡有一点力气 能在医院给你躺住了 怎么就待不住啊 养伤重药啊 还是出去重药啊 你怎么事事都听她的呀 马龙 赶紧上床休息 放心吧 谭大姐 我这点小伤不碍事的 那什么 我跟小牧同志 有两句话想说 你们能不能先 出去一下 走走走 帮给她了 好 你呀 你就任性吧啊 到时候你该后悔了 有伤不痒 还要出院 你也是的 你怎么什么时候听她的呀 不是听她的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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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牧同志 我要正式地向你道歉 爷 你向我道什么歉呢 其次呢我要谢谢你 第一呢 谢谢你能让我住进这个房间 第二 也谢谢你 能够今天一天陪着我们辛苦 帮了一天的忙 不是 谢谢 我要去沈阳抓那个混蛋 那我先走了 台书姐 怎么样 都不认识 确定 帮他们走吧 是 走 我是谭街同志 你整那俩狗特务来干啥呀 偷偷认人 认谁呀 你换我 你会怎么做的 你不不认识 为什么 大姐 不是 今天 李兰 有个人 你 Padro 你 müeck 可是我说不清楚 到底哪儿不对劲 总觉着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有很多情况 他对不上茶口 心里不舒服 咋的了 你觉得我这样过分啊 我觉得你这么怀疑 你让人家茉莉知道了怎么想 让马龙知道了人家也有小本 对不对 跟我说 你就是和搞地公子 待的时间太长了 怎么了 疑心病太重 谁疑心病重啊 我 宝宝 我疑心病重 我有病 走了 家 亲爱的武阳 当你看到此信时 我已经回到了南京 此刻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我无论如何 我都无法做到你所要求的那种坚强 一想到 就要离开这间充满你气息的公寓 而下次的重逢 却还不知道是何年何夕 我的眼泪 就忍不住地掉下 不过武阳 请你放心 我会每时每刻记挂着你 我会每时每刻记挂着你 虽然我不懂你所说的主意 但是我 却艰辛爱情 要不想给我 我不想要过你 去吃饭 啊 那我们就能吃饭 我都想要吃饭 我都想要吃饭 我会吃饭 你不想要吃饭 我会吃饭 你不想吃饭 我会吃饭 我会吃饭 你不想吃饭 你不吃饭 我会吃饭 快坐下 莫莉 你怕我呀 没有啊 你这在南京上学 北平探亲的路上呢 又被人绑架 现在你又到了锦州 这一路上可是够折腾的 接下来你到底 有什么打算呀 想去哪儿啊 我 北平和南京啊 现在都乱套了 你哪儿都走不了这大地儿 没错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该去哪儿 莫莉 要我看呀 你一个姑娘家 这兵荒马乱的 你走到哪儿都不会安全 大姐给你个建议 锦州现在解放了 目前这儿是最安全的 我建议你呀 就留在这儿 哪儿都不去 不不不 我不能待在这儿 为什么 你看你们救了我 又要把我留在这儿 你说我什么都不会 大家只会给你们添麻烦 哎呦 天 什么麻烦呀 你 你怎么可能 给我们添麻烦呢 你给我们添麻烦 莫莉始终觉得 林武阳还活着 并且就在沈阳 为了能够再次见到她 莫莉决定 申请参加之前队 这是她目前 能够去沈阳的唯一机会 之前队 那多危险呀 莫莉 你知道参加我们之前队 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 就是满营掌 他们打到哪儿 我们就要跟到哪儿 没错 还人呢 在里面 出 主任 您怎么来了 林武阳啊 林武阳 你变得让我认不出来了 既然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定的 你就不应该这样 对不起 先生 当然了 我还是很钦佩你 先生 我没事 你要是有什么新任务 您尽管吩咐 我是来跟你聊聊天的 你不知道啊 现在的形势有多危机 刚刚从长春那儿 得到一个情报 说真通过正在秘密地 借出公道 真通过 紫舟人已经没了 这长春再要沦陷的话 我们国军在东北 也只剩下沈阳这个中心城市 三天前 南京总部已经下令了 让我们启动 山后沈阳 我正在和沈阳站的人 做协调工作的 南京总部也下令了 吴阳啊 吴阳 你不知道 我现在比什么时候都需要你 可你现在这个样子 让我 对不起 徐先生 对不起 你别跟我说对不起 这话 你应该跟茉莉去说 没想到你疯狂到 连茉莉都能豁得出去 你一定会不会 我是 他们不肯定 人不肯定 游垂 师父 他能够立刻 能够立刻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